感人包的下載、解壓縮,這邊都有說明 在雲端,如果遇到這個問題的話該怎麼做 我有再說明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要再做幾件事 第一個 我們Eclipse已經OK了 可是問題,我們還有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就 Eclipse開發環境 是寫程式的地方 但是呢 Python的函事庫你要告訴他 因為我們不是有解壓縮 另外一個C點底下 我們剛剛是Eclipse 另外還有一個叫Python的374 這個是Python的3.74的函事庫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我的Python的函事庫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把Eclipse跟Python串在一起 它才有辦法幫你寫 就是說將來你寫完程式 你才有辦法去run它 OK 怎麼去把兩個串在一起 特別一樣按右鍵把它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在我們的C點一樣會有個叫Python的374 裡面的話就會有個叫Python的.exe 也就是說你寫好的程式 都必須透過Python.exe去幫你run 所以你如果在DOS裡一樣就Python 然後空一格你的module在哪裡才可以run 所以我們必須告訴什麼 Eclipse說我的Python的路徑在哪裡 第一個的話請你到Windows Windows Dy就是Python Dy就是Python Dv的話就是PyDiv 就等於是跟Python有關的開發 然後底下還有一層叫做Interpreters Interpreters 底下還有一個叫Python的Interpreter 那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你Python的那個 我要run的那個exe在哪裡 可能你要告訴他一下 可能你要告訴他一下 不然的話將來要run程式沒辦法run 所以特別重要 路徑可能有點長 大概就要稍微記一下 或者是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那在他的右邊有一個叫Browse有沒有 有沒有他跟你講說 Browse for Python.exe 你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並且告訴他說呢 我的Python.exe是放在哪裡 C點底下的 這個Python的這個什麼呢 374 然後呢告訴他說 我的exe在這裡 按開啟 或點兩下也可以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按OK 那他就會 除了找到Python.exe的路徑之外 也會幫你找到其他的函事庫 包含什麼DL LIVLibrary等等的相關都 按OK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在applyclose 就已經把這個Equilibus 跟Python的函事庫 結合為一了 也就二合而為一 這兩個其實就 本來是分開的 現在就合而為一了 OK 那你將來呢 你才有辦法再來撰寫 Python程式能夠run 不然你寫完沒辦法run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剩下來 設定完它會出現說 要不要允許 允許 給它這個防火牆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樣去開始寫程式 接下來特別注意 請你在filenew new的時候呢 它預設 因為跟各位講 這個環境本來是寫Java的 那我們只是借用來寫Python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new的話呢 請你選擇other other裡面的話 請你找到有一套PyDIF的東西 其實就主要是Python的DIF就開發 請你在這裡面呢 建一個專案 以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只要建一個專案 之後呢 就是在專案裡面建模組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寫程式 先建專案 建完了以後就 在上面一直不斷新增模組就可以了 OK 大概就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project-net 然後project-net要叫什麼 叫test好了 反正就是先給個名稱 好 然後底下的話呢 第一個給名稱 第二個給版本3.7 第三個特別注意 這邊一定要選取下面一個選項 請你選第二個 create一個什麼src的folder 選這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 預設習慣是幫我們新增一個src的資料夾 以後我把模組統統放在src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新增一個Py的一個project 然後選擇版本 選擇這一個 按finish就可以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就會把專案給建立起來了 然後這個它會出現這個 你就把它remember 把它open 好 沒關係 好 然後呢 在test底下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出現 這邊有一個src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src就是將來 我要寫程式放的位置 所以喔 特別是喔 你run好一個專案之後 以後要寫程式的話 請你在src上按右鍵 new什麼 new的話呢 它如果出現這個pydiv的module 你就選這個 如果沒有一樣選other 一樣選這個pydiv的module 然後nest 我先寫一個程式好了 比較簡單的程式 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test 或者寫一個p1好了 第一個p1 就是python的第一支程式好了 ok按finish package保持空白 name加上p1 按finish 然後問你說要不要ok 這邊你換cancel 反正這個cancel掉好了 ok 再來的話請你在上面 開始寫一點程式 寫什麼很簡單的程式 比如說a這個變數等於3 b這個變數等於5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a加b的結果存在sum裡面 其實這邊應該打ans好了 不要用sum sum好像是保留字 ans等於什麼 a加b ok 如果把a加b 最後把它print print打一個p有沒有 它有個print print就是把結果幫我輸出 輸出什麼ans好了 好 這樣的話程式就寫完了 是放大的話cntl加號 我先把它先加好 等一下我跟各位講怎麼放大 然後最後如果你要run這個程式 這程式應該不困難吧 這很簡單的 把a放在a裡面放3 b裡面放5 相加print出來 那run的話非常簡單 你就上面有個箭頭 有沒有runs 然後他問你說要不要用python來run 因為我剛剛有指定那個python路徑 所以他就用python去幫你run這個py檔 如果你剛剛那個動作沒做正確的話 那一定會出現說找不到python的路徑 ok ok 好 那問你要不要存檔 把它存檔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下方就會把你的ans裡面的變數呢 幫你print出來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那中午的話 我們就已經先把那個環境先搞定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中午我們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試著把這個部分先到這邊 那下午的話 我們就是會再把這邊的程式 裡面可能稍微再做個複雜一點的應用 然後加一點東西 試一下